反谈会首席专员丹斯里阿战巴基超额持股风波还未平息 国会特别临选委员会计划向国会秘书提出申请 向阿战巴基发出传票传召他问话 国会特别临选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行动党亚币国会议员陈鸿坚 向马来前风暴吐露 特委会将会在不久后召开会议 讨论以传票的方式传召阿战巴基的议程 早前阿战巴基拒绝出席听证会 当事人回应表明他只接获邀请函 所以选择不复会 不过一旦接获传票的话 作为执法官员的他必定遵守法律准时复会